日前前首相纳多斯里纳吉批评 他在辩论发言时 西蒙部长和议员都不在国会议会厅内 言由在尔在今天的问答环节 内政部政府部长也双双缺席 被迫由经济部戴维回答 马华押一代国会议员纳多斯里魏家祥就站起来抗议 结果议会厅又争执不休 魏家祥坚持 议长必须向部长发出警告 以示警惕 今天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的第13道问题 应该由内政部回答议员的提问 但站起来的既不是部长丹斯里穆尤丁 也不是副部长阿兹加曼 而是经济部副部长莫哈莫拉兹 原因是穆尤丁和阿兹加曼双双缺席 面对附加提问时 部属习内政部的莫哈莫拉兹表明 内政部会以书面打赴 结果亚裔弹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为家祥站起来 援引议会常规 强调下议院必须由相关部门打赴 不能代打 我希望你能够议员的 魏嘉祥之后召开记者会强调 议长拿督穆罕默阿里夫 必须警告西蒙部长 抽空出席议会 以立下良好示范 不能等先视之 当记者问到 前朝国政政府 是否也曾出现带答的问题时 魏嘉祥坦诚 自己曾经如此 但是情况有别 以前曾经出现带答的情况是 比如说Nancy 她是叫首相署部长 我带答她当天不在 我就带答这个首相署管辖的部门 OK 这个在几个首相署部长方面 我曾经带答 我到了这个上议院 因为有一位副部长 在下一院要回答她部门的题目 她就选择因为上议院可以带答 所以我带答一些问题 确实有了 这个是在上议院 下议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 这是我本身的经验 其他人要去查证 副议长拿督穆罕默拉西 主持议会后向媒体指出 下个星期将通知议长发出警告 与此同时她呼吁部长必须自律 按照国会议事表的安排出席议会 部长的其他活动应该获得更妥善的调整 NTV7 洪美玲采访报道 谢谢 谢谢